7月24号 赵丽颖现身成都参加品牌活动 一席豹文群优雅又大方 工作室出的精修图 颖宝带了全套首饰 因为鲜少有女明星 以豹文元素作为礼服穿 所以赵丽颖的这身造型一出超就非常的惊艳 没想到豹文做成礼服竟然这么好看 看来之前觉得豹文难驾驭 是大家不会穿 赵丽颖穿这套礼服成熟又性感 完美展示了成熟女性的魅力 豹文元素不看年龄层 而是看你能否驾驭它 有些狂野又热情的感觉 是醒目且热门的 赵丽颖今天参加Dior的活动 就选择了一条豹文元素的高定礼服 让人们看到了一个优雅精致的她 挤脚踝的裙长 精致的A字立体剪裁 让她的腰身受到关注 简约的一字领设计 露出肩固曲线 优雅中透露着女人味 虽然Dior大使有很多 但赵丽颖与品牌的契合度很高 她甜美 优雅 浪漫的造型 能完美驾驭Dior高定礼服 比起以往普通的造型 这次赵丽颖搭配了折扇 一起出镜 有种中世纪复古女性的温婉之美 但她东方的面庞与折扇交织 让中国风散发出来 在Dior展览的精致模型前 也能感受到高级定制的美丽 本身豹文元素给人的感觉是时髦 前卫 没想到慵懒又性感的豹文 也能制作成优雅的模样 赵丽颖就很好地诠释了 唯美二字 蓬蓬裙设计和一次肩板型 让精致的肩颈曲线都展露出来 一头蓬松卷曲的黑发 灵动曼妙 赵丽颖刚出道时的造型 无论是红毯还是丝服 都比较喜欢清纯戏 但如今她也能很好地 拿捏性感与优雅的感觉 摇曳的裙摆与手带 随意就能凹出绝佳造型 比起模特来也毫不逊色 奢华的珠宝色系 断面材质的李群彰显不凡的品位 她的妆容也从清纯少女 到如今的精致简约 猫系眼线画出丝丝高傲 虽然赵丽颖的眉眼 依旧是可爱类型 但夹杂在其中的温柔难以言喻 赵丽颖的私服搭配的包带 也来自Dior 她的气质从清新甜美 到如今的沉稳之性 也是经历了一些改变的 可能是离婚 也可能是生了娃的缘故 她这样沉淀下来的性格 反而更吸引人 穿上白色雪纺防晒衣 搭配白色手包和鱼肤帽 精致又时尚的造型 值得借鉴 赵丽颖参加Dior活动 穿豹纹礼服优雅复古 手持折扇颇颇有中国风 大家觉得 这次赵丽颖的豹纹礼服造型 是不是相当好看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